这两天都没看到你上线 在忙什么 这几天陪我老公跟小孩去逛世博 今天下午天气很好哦 今天上海午后的一场大雷雨 打乱了世博会游客们的参观行程 我今天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说 你们收购投资的那些幼稚园 我查了一下 我计划把它改成土地开发案 又叫王国说未来的计划 等我死了再去规划你的计划 冤枣 那个很愿签我不要签 连准的加盟案哦 为什么不能签 那个不是加盟 我是土地收购 我是谁 你是否常常这样问自己 我是谁 总是活在别人的期望里 我是谁 是谁又三次帮你定义了 你是谁 只有不知自己才安全 为什么 你以为这个世界很美丽 为什么 你爱这个世界胜过爱自己 为什么 这个世界不给你平等待遇 为什么 到底做错了什么 无论他们有说什么 谁也鲜语无法杀害我 世界上只有一个我 没人能代替的我 无论他们有做什么 小动作无法打败我 我知道自己是最卑励的 最美丽的 你不要放弃了 至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嘛 然后这里就要被拆掉吗 就要变豪宅了吗 不一定吧 事情也许还有变化 喂 李园长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很对不起 我不知道会变这样 不是 马小姐 我是看你有诚意又理想才跟你签约 没想到你跟点准一个样 都是败类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太天真了 我本来以为我在做好事 可是现在 我还有这些幼稚园都要被关门 我还有更多的小朋友没有书念 我怎么这么差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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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啊 小可姐 等一下你要去哪儿啦 你去找孟成恩啦 你不要冲动 是不关孟成恩的事情 这都是他爸一个人的决定 也是我自己笨才会被骗 我会想办法解决啦 我这么说不是为你 是为我自己 这个地方 是我跟你唯一的交集 这里有太多我的回忆 我跟你的 跟你的回忆 这里 不过就是我工作的幼稚园 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你只是来扶劳动义 可能对你来说 这里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吧 可是这里对我而言 它又让我找回我的真心了 从安州中回来以后 每次只要一来到这里 我的心就会痛一次 虽然这里有很多开心的回忆 但这些回忆对我来说 现在却很伤心 也许把这里拆了 盖成豪宅我会比较开心吧 可是 可是这些幼稚园 它证明了我还是可以拥有真心的 我在这里爱过 轰轰烈烈的爱过 也轰轰烈烈的被伤过 它也证明了 我可以像一个普通人一样 为爱情流眼泪 虽然我看到一次 就会难过一次 但是你放心 我有我的办法 我不会让孟称 把这一遍豪宅的 好 董事长 大门被媒体包围了 是我们合一兵购幼稚园徒弟 找地平 董事长 董事长 你走吧 拜托 夏和洁不是说他出来爆料吗 我没看到人啊 放心 他有让我们失望过吗 夏和洁 各位 我今天得到最新的消息 就是聯準集團準備惡意併購 十幾家幼稚園 因為他們要侵占土地 炒地皮 蓋滑彩 其中有一家 就是我扶勞動役的天使幼稚園 我承認一開始 我並不想要去幼稚園扶勞動役 因為我要上通告 我要寫書 我要跟我的粉絲拍照 簽名 可是我學會什麼也不能做 只能困在幼稚園裡 每天陪的那些臭小鬼 可是現在 我反而珍惜有這樣的機會 讓我學習到什麼叫付出 過去這幾個月 可能是我這輩子 活得最有意義的幾個月吧 前十月之圓就像我的家 裡面住的我喜歡的小孩 還有我喜歡的家人 所以 我不會讓任何人 侵搬到我的家 就算是大財團 我也不害怕 所以你要代表天使幼稚園 出來跟聯準集團對抗囉 對 我會用盡我一切的力量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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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副總 下合結指控聯準集團 二一併勾就進入土地 你有什麼說法 小心發言 Lav播出 各位媒體朋友 我在這邊宣布 我剛剛辭去了聯準集團 副總裁的職務 怎麼可能 要怎麼樣 從今天開始 我斷絕所有與聯準集團的關係 這次的事件 起因我的幼教王國計劃 我要在這邊 向支持我的幼稚園園長 以及支持我理念的夥伴 至上十二萬分的歉意 我搞砸了 但是我不會逃避 該負的責任 我會負責 我將出脫名下所有的財產 任何一間加盟的幼稚園 只要他反對聯準集團的 土地開發案 我將無條件的為他們打官司 爭取他們的權益 你的意思是說 你要脫離聯準集團 向自己的父親宣戰 我不是跟誰宣戰 我是捍衛我的理想 我也不希望支持我理念的夥伴 對我感到失望 你當然不能讓你的夥伴失望 你的夥伴有熱誠有理想 他為你付出那麼多 你當然不能對不起他 不過你敢公開 跟你老爸宣戰 我很佩服 我收回 我以前批評你是福爾丹 不過我不會把小鞋讓給你 不過我不會把小鞋讓給你 我也不會讓給你 我不會讓你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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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咪 小心一點 媽咪 姐 我想出國換個環境 雖然已經退去演藝圈了 可是我跟小偷的生活 還是被人家指指點點的 我想要帶他到一個沒有認識我們的地方 重新開始 可是你的生活圈在這裡 你想帶著小陀螺到國外重新生活 不是不可以 可是還是會有很多新的問題 我只是不希望你是在逃避什麼 我沒有逃避 我只不想成了那麼複雜的事件影響到他 也不想哪一天才後悔我沒有這麼做 你也知道 小偷一直都是我的第一順位 我做什麼事都是為了他 跟別人沒有關係 小偷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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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陀螺 你在哪 小陀螺 你快出來 你不出來幹嘛生氣了 小陀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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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去哪了 怎麼一下子就不見了 媽咪 小陀螺 跑去哪了 媽媽 你看 是我的風車 風車 你怎麼會有這風車 只是那個叔叔給我的 那你有沒有跟人家說謝謝 有啊 就那個叔叔啊 媽媽 我想要有一個爸爸 為了你中男朋友 那個人可不可以是小陀螺叔叔啊 我真的好想要有一個寶寶喔 媽媽 我已經長大啦 我不要跟Amy阿姨一起去女生廁所了 我要想要有一個爸爸 如果我有爸爸 還是可以帶我去男生廁所了 還連寶寶都有爸爸 為什麼我沒有 我要想要有一個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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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媽媽 你怎麼了 寶貝 以後不能隨便跟陌生人講話 知道嗎 喔 媽媽 你怎麼了 沒事 回家吧 好吧 走吧 好 這麼多年來我都沒有他的消息 我爸他這時候出現到底是為了什麼 有什麼目的 妳確定那個人就是小陀螺的爸爸嗎 我確定 妳是擔心看對小陀螺會怎樣嗎 我不知道耶 他是出現在公園陪小陀螺玩 被我發現以後又馬上離開 我 要找我是不難 可是他從來沒有出現過 又在我開完記者會才突然出現 我很怕他是衝我小陀螺來的 小陀螺不願意去Amy姐那邊 所以我只好來麻煩你照顧他 妳放心 小陀螺一直交給我 我也好好照顧他的 嗯 謝謝你 還有 小陀螺爸爸的事情 你就不要告訴他 我知道 我不會輸的 我不會輸的 對了 小陀螺的父親 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我認識余皓那一年我剛入行 好不容易有個機會可以拍服裝夢錄 可以很好 再往左邊一點 好 很好 好 肩膀 肩膀稍微放鬆 好 OK 很好 好 看另外一個 另外一邊 看另外一邊 OK OK 好 好 頭髮幫他弄一下 左邊 好 快下一組喔 所以他左邊 左邊那邊 整理一下 好 那個誰 叫那個女生 女生進來 好 那左邊OK嗎 好 可以 好 呃 等一下你的手就搭在他的肩膀上 OK 多給我幾個線條 好 不要緊張 OK 來了 不要放上去啊 不要放上去 好 女生眼神 好 你笑容稍微一點啊 肢體不要那麼僵硬 你米老鼠啊 現場休息十分鐘 好 那誰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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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裡面那個女的誰發來的 呃 發了會不會拍照啊 你這樣浪費我的時間嘛 對不起 肢體僵硬耶 不是 臉部表現像僵屍一樣 搞什麼東西啊 我去溝通一下好了 那 那你沒生氣啊 我買個咖啡給你喝好 你拍照嗎 來 下一個 其實啊 放鬆一點啦 攝影大哥 他人很好 只是 而且啊 而且啊 只要撐過去 世界就是你的 來 笑一個 笑喔 來 再來 那我看看他 來 再來 等一下 好 那個誰把鏡頭換一下 大家動起來啊 時間就是金錢 動作快一點啊 加油 來囉 來囉 那時候的他是一個攝影助理 熱愛攝影 有時候為了補足最完美的畫面 常常扛著攝影器才到處走 有時候等到一個光線 常常一做出一個下午 我們約好 又要各自為自己目標努力 跟他在一起一年多 他總是第一個跟我說早安 最後跟我說晚安的人 我一直以為我們就會這樣子 做下去 一切都是那個美好 那是我這一生中 最單純最快樂的事 可是就在我發現我懷了小陀螺以後 他就消失了 我每天不敢出門 因為我怕他找不到我 每天守著電話等到天亮 他離開以後一切都變了掉 這七年來 我像個販賣笑容的機器 每天不停重複 不停重複 一直到遇見了你 一直到遇見了你 對不起阿Mina 你不要誤會 我不再怪你 可是這個錯誤是我造成的 一開始我就不應該追你了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都沒有辦法挽回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都沒有辦法挽回 但請你相信 我現在願意為你做任何事情 付出任何代價 除了愛我 開玩笑的吧 開玩笑的吧 我也知道愛情不能勉強 那你幫我照顧小陀螺 我去找余皓把事情問清楚 你確定要這麼做嗎 人有時候逃避現實 是因為真相 太過於殘酷吧 即使是殘酷的 我也要知道事實 我不想哪天小偷長大了 我還要跟他講 你的父親只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男人 即使是 我也想要知道怎麼樣告訴他 才不會想要到他 你一個人去可以嗎 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用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我希望這是我最後一次麻煩你 不要說麻煩 這是我應該做的 還有Minda 請你記得 你是我心裡最好的朋友 永遠都不會改變 而且永遠都是 那這樣我真的有一件事要麻煩你 什麼 拜託你好好都寫一本純文學小說 不要再浪費你的才華 你的新書我看過了 寫得真的很好 可是我覺得愛情不是這樣的 就像我跟你啊 雖然我跟你沒有在一起 我也不能勉強你愛我 可是我很珍惜這份感覺 不管以後你在哪裡 喜歡什麼樣的人 跟什麼樣的人在一起 我都會真心祝福你的 真的 對 無論如何 这几天我都陪我老公跟小孩去逛世博 今天下午天气很好 我们一口气去了三个馆 今天上海午后的一场大雷雨 打乱了世博会游客们的参观行程 大批的人潮意外的挤爆了台湾馆 大雨一直到傍晚都还没有停歇 我刚刚只有说她不要 我没有说她扔掉 扔掉是你说的 我是想说你刚说她不要 那一个人不要的东西 当然就把它扔掉不然呢 好 算了 你不要讲了我回想好了 你是不是认识钢阳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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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能认识钢阳妹 我怎么可能认识钢阳相机 你认识钢阳妹 我下个月会去上海宣传新书 你有空吗 出来见个面吧 你还在想夏娥姐啊 好啦 大家姐妹一场 给你一个意见 如果呢你真的决定不要跟她在一起 那不如就断绝一切和她的联系 我知道你很舍不得 可是长动不如短透啦 真的 之前你让钢阳妹出场 是因为怕她怀疑你啊 那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我想钢阳妹也应该一定退场 为什么不需要我 我做的事 是因为我 喂 豆胖 Jerry啊 哇塞 你刚好打来 我约了几个妹唱歌要不要一起来 不用了 对了 我问你啊 你记不记得我们国小同学叫做钢牙妹啊 钢牙妹 就是常常被我欺负的哪一个啊 我当然记得啊 我小时候上学最大的娱乐就是看你整他 那你知不知道他本名叫什么 嗯 名字我忘了 我只记得刚刚妹这个绰号 你干嘛问这个啊 突然良心发现想跟他道歉啊 呃 那 你最近还有跟其他国小同学联络吗 有没有人知道他 到底本名叫什么 嗯 小学同学我联络了之后只剩你 你想知道不会去查毕业监测 不然回学校问啊 应该问得到 哦 来 好 来 你早吃我 那我还往里拍 你真的好笨啊 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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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死咖喱 咖喱 咖喱 你拿不到 你拿不到你的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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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不到你拿不到你拿不到 你还好不停放我 喂 学校那么老女生 再来好了又不如我一个 干嘛只欺负我啊 一步谈暗恋你啊 男生暗女生 修修修连 是是 杉央修丽 吵花拐 将你美 干嘛 干嘛 你还我 走开 赵先生ugene先生你真是很抱歉 学校因为前阵子台风淹水的关系 很多东西都泡烂了 你要的毕业纪念册也找不到了 那请问一下有电子档吗 没有 请问你找毕业纪念册 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有 就想找一个老同学而已 不然我帮你问问看当时的老师 虽然已经退休了 我可以打电话联络看看 他们那里恐怖会有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园长 外面那个招牌都歪掉了 还有洗手间的灯泡也该坏 你怎么都不整理一下 还有那个小东吴 小倩老师 不用麻烦 灯泡坏了是因为没有备用品 那个招牌坏了是因为铁钉生锈 预知未来济世 再过一个月 这个地方就要拆掉盖豪宅了 小倩老师 有环保观念一点 不用修了啦 你最正幼稚园是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是不是人 大家都说我园长是个大好人 你在干什么 还在上网 我上网你以为我在玩呢 我在找工作 要不是你把幼稚园卖掉 我需要会自己打算吗 找工作就跟我一样看报纸 你这是什么用电脑 现在找工作都用电脑 看什么报纸 你骗我不知道啊 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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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美达 安达 全美达 安达 安达 全美达 走 小先生 这件事情就非你莫属 你跟小倩老师 去帮忙把外面那个招牌修一修 那然后 顺便换一下厕所的灯泡 对 使他继续发亮 欸 其实幼稚园都要拆了干嘛换灯泡啊 我从毕业就在这边工作 这里就像我第二个家一样啊 不想要看他这样瀑布烂烂的 试一下吧 好 来 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啊 一时幼稚园会被拆团 连在园长 如果他不同意梦成人的计划啊 幼稚园还是可以被留下来啊 这几年幼稚园都是亏损的 所以 我不怪园长啦 幼稚园这几年都亏损 所以他想要卖掉 其实 也是应该的 难过啦 这里不只像你的家 也像我的家啊 我会尽我一切的努力 来破坏连准其他的计划 好吗 欸 我有事要跟你讲 好 什么事啊 我觉得那天 你在孟成人家开记者会长的话 真的让我很感动 还有 你主动跟他和解 很有风度 我跟孟成人站在同一边 就是很有风度 所以我以前是没风度了吗 夏儿姐 你一定要这样扭曲我的话吗 我又没有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一直偏谈孟成 我会吃醋啊 我 我没有偏谈 我是就识问事 那你说实话 你喜不喜欢他 关你什么事啊 当然关我的事啊 后面我会喜欢你啊 你 你 你 马小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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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小姐 你 我了解你的意思啊 我了解你的意思啊 可是那个约哦 我已经签下去了 我也爱莫能助啊 并且 我这个人哦 是最讲求诚信的 那我要把他毁约掉 我的诚信就不能讲求了 园长 我知道我爸开的条件非常好 但是 这只是一开始啊 他不会马上盖豪宅 他会履行合约 开连锁幼稚园 那这样不是就更好吗 这个就跟你的计划当初一模一样了 那只是现在呢 变成执行这个计划的人 不会一模一样而已啦 副总裁 我跟你讲啦 你就不要再为难我的诚信了吧 园长 你太电真了 接下来他要求双方增资 他占大股 你的钱没有他多 会变怎么样 你的股份会越来越小 小的 什么小的 就是你会不会连转集团一口吃掉 园长 大鱼吃小鱼听过吗 就是他们会不断的争资 吸食你的股份 然后一脚快踹开 不要说幼稚园啦 就算盖成豪宅啊 你的一块砖头也分不到 砖头 副总裁 现在怎么办 你自己活该啦 贪心不足屁股点纳筑啦 现在连分析都不用 我直接跟你说啦 如果你毁约的话 你也没有钱陪他 如果你照合约 你也玩不过他 你现在准备跟我一起上网找工作 园长 这里不用担心 我已经想好办法 我打算串联所有的幼稚园 把你们的经营委托书交给我 由我出面跟连准集团打官司 这边是授权同意书 园长 我只能签个名就可以了 等一下园长 天使幼稚园百分之五十一的经营权 已经在你老爸手上了 如果现在园长把剩下的经营权给你的话 那么父子俩不就顺理成章 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经营权吗 问题是我已经脱离联准了 你当我傻了 可以离职也可以复职啊 我怎么知道你跟你爸在演哪一出戏啊 看来我的诚意 没办法消除你对我的敌意 我没有敌意 我只是就事论事 不是针对你 副总裁 夏先生言之有道理 虽然我个人是很信任你 可是不对啊 你们是父子 那这样子求援兼裁判 我有点不放心 园长 我需要你的信任 我们集中力量对付连准 园长 他说的有道理啦 如果我们像一盘散沙 一定会被个别击破 这样就不好了 所以 不然你先签 但正本不要给他 我会帮你监督他 不是你 是我们 看来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错 你的目标是对抗你老爸跟联准集团 我的目标是保护小倩跟幼稚园 孟诚安 这件事情我有很大责任 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的 如果方便的话 你去帮我找其他幼稚园员长 把伪读书签了 我想要串联起来 等一下 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交给小倩君做 那你要做什么 我准备并购联准集团 啊 下个月 我老公要带我去欧洲 所以不会再上海了 好 不 不 是 马小倩 哎呦 我忙了 你吓到我了啦 这什么 没有啦 你到底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我刚刚也没有 我没有关心 你骗夏姐不干我的事情 哎 你现在在骗你自己 你说你跟夏儿杰不合 要成全Amanda要成全小陀螺 结果在干嘛 你偷偷在暗地跟夏儿杰纠缠不清 你心里要的是什么 你自己到底知不知道 你给我站住 你就是这样 最后开幼稚园的事情会勇往直前 其他的事情就足够逃避 你给我回来 回来 毛小倩 黄玛丽 你知道吗 Amanda她为了夏儿杰 陈欣让阿嬷家找我 陈欣让阿嬷家找我 陈欣我的规划好了 这两天应该就可以跑完所有的幼稚人 你还敢来这里 你骗我骗得还不够吗 夏儿杰不要掉了 你衣服都失掉了啦 让她发现一下 夏儿杰 你有件事情 我一直想要跟你说 其实我是马小倩 既然她知道你跟她是国小同学 她为什么不早点相认呢 可能小时候想欺负她吧 她想用这个方式来报复我 小倩 거기 那条路走呀走呀走呀 总要回家 两只手握着晃呀晃呀 舍不得吧 你不知道吧 后来后来我都在想 跟你走吧 管他去哪呀 这杯咖啡忘了家庭 真不说那么伤感 世界太复杂 你说单纯很难 我当然都明白 可是呀只有你曾陪我 在最初的地方 只有你才能了解 我要的梦从来不到 我们没有在一起 至少还像情侣一样 我痛的疯的伤的 在你面前哭的最惨 我知道你也不能带我 回到哪个地方 你说你现在很好 而且喜欢回忆很长 我们没有在一起 至少还像家人一样 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